这是老人第一次见到自己的外孙,可外孙却非常嫌弃他,他甚至还想动手打自己的外婆,他巴不得马上离开这个地方,但他走不了,因为母亲做生意失败,要忙着找寻新工作,所以就把他送到了外婆这里,再把小号送来后,他又匆匆离开。 外婆今年七十几了,有很严重的驼背,他过去牵小号的手,却被他一把手开,外婆也不知道哪里惹到了外孙,急忙用手在胸口上画圈来表示抱歉,因为外婆患有养并不能说话,所以就只能用这种方式来交流。 晚上吃饭时,外婆给他夹菜,却被他连饭带菜还了回去,他从来不和外婆交流,只知道自顾自的玩游戏,而外婆也知道外孙不喜欢自己,所以平时也尽量不去打扰他,可他的眼神始终离不开小号,心里也渴望着外孙能和自己说说话。 这天晚上,外婆让小号帮他穿针线,小号不耐烦地穿好,还故意把线拉得很长,好让外婆缝得久一点,别来打扰自己玩游戏,可很快游戏机的电池就没电了,小号让外婆拿钱买,可外婆也没有钱了,他不信在屋里翻箱倒柜的招,最后也没找到,于是他打起了外婆发簪的主意,趁他睡着后,偷偷拿上发簪就跑,他来到小卖部想用发簪换电池,可却被告知这里没有电池, 他只能失望地走回家,可不久他就发现自己迷路了,还好一位大爷,路过把他送回了家,到家后,外婆并没有责备他,还问他想吃什么,他指着船单上的炸鸡,说要吃这个,比划了半天,外婆以为外孙要吃鸡,于是带上自己挖好的草药,准备去换点鸡,出门没多久,天空就下起了暴雨,外婆临着雨走过山路,带回来一只火鸡,回家做好后,赶紧给外孙撕下了一只鸡腿, 可小号却哭着说自己要吃炸鸡,然后就打翻了饭碗,转过身升起了闷气,而外婆只能一边收拾,一边捡起地上的饭粒吃掉,这就是外婆对他的爱,第二天外婆因为昨天淋了雨,一直没有起,小号知道外婆应该生病,他赶紧拿来毛巾给外婆扶上, 这时他发现,外婆用一根货汤勺给着头发,于是他把发在右环顶的外婆,一段时间后,外婆病好了,他看小号的血部和脚,于是带着他来到了急事,准备卖点草药,给外孙撰一双新鞋,但因为不能说话,所以也很难找到工作,小号看到这里开始有点感受,之后,外婆放小号,新鞋,结账的时候,他看着外婆刚赚回来的钱, 就这样垮掉了,心里反而滋味,回去的时候,小号发现小蜜也在车上,于是就告诉外婆,我们自己要和小蜜坐一辆车,叫外婆的车,外婆在车外把包裹递给小号,让他带回去,他却觉得丢人不愿意,之后车开拓,只如下外婆陆水里的身影,小号到了车站后,坐了很久,也没能让外婆,也不知道太阳点下来的时候,一个颤颤巍巍的身影就出现,原来为了省钱,外婆就然以后,就这样垮掉了,就这样垮掉了,心里反而滋味,回去的时候,小号发现小蜜也在车上,于是就告诉外 大ют不从成立线回来,可小号并不��高,还问外婆怎么这么近,外婆只好在胸口跨界,还跟着说抱歉,第二天小蜜怎么动脑去了,就让他兴奋了好久,可在回去的路上,却听见了阿强的声音,小号不信,她觉得阿强在恶搞自己,因为就在此不久,她就是这样恶搞阿强的,他对着阿强大喊风流idez了,阿强听见后拼命的跑,导致摔了一跤,可回头突起拉了立线脚, 最后一看,却什么也没有,可结果后面真的有蜂牛在追他,危机时候,阿强挺身而出,把蜂牛引走救下了他,之后他满脸歉意地和阿强道歉,可阿强其实并没有怪的,这让他感到很失愧疚,回去的路上,小浩发现外婆正在到处找他,小浩立刻哭了起来,外婆也急忙走过来,看着外孙膝盖的伤,老人无点心疼,之后他递给了小浩一封信,是小浩妈妈接了他,信上说,妈妈已经看到了工作, 准备来接他回去,于是小浩开始,叫外婆写字,好让他能写信给自己,可外婆哪儿能学会,于是他告读外婆 随后,没有把外婆的针线全部穿上,他把自己走后外婆穿针,对不起,第二天,妈妈来接小浩回去,外婆在外面敲着车窗,想挽留,却因为自己不舒服 直到车子发动,小浩他也忍不住跑到车尾,学外婆一样在胸口跋圈,他真的很抱歉,多了太多伤害外婆的事,看到这里,你想外婆了吗,结果就别回去看他,抽时间回去看看年类的外婆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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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